Santa Cruz了 这好像是进城了 Santa Cruz 你说你原来没听说过Santa Cruz 对 以前 今天来这 从来不知道这个城市 这城市还可以吧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城市 我告诉你 我最喜欢从灯塔那边 一直往下开的时候 你看在一直看海 然后这边好多帆船 多漂亮啊 而且到底下以后 就到了一个 美国最大的海边游乐场 所以儿子特喜欢 你觉得有点乱呢 咱们又去Downtown了 Downtown了 还有这么一个 意大利的披萨店 因为这个还拍了个电影 孩子还想去学校 我们又看看这个学校 你看他们是这个 Banana Slug 作为他们的logo 是一种大肉虫 所以今天咱们就介绍一下 这四个主要的景点 我们半天时间就玩完了 玩完了 先开到了码头 这边你看那个 站桥式的进去 本来车是可以进去的 但是太多人了 你看还有人类马车呢 是啊 然后这家挺逗的 我们后来走着走着再往前开 又碰到他们了 你看 这个地方呢 我就觉得都跟中国海边一样 你看都有各种吃了喝的玩的 那边打沙滩排球的呢 对 这沙滩据说特别大 你知道吧 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很著名的是因为冲浪运动 你知道这冲浪是怎么回事吗 来的 冲浪就是在浪上飘飘飘飘 不是我就是说啊 这个地方据说是18几几年的时候 有三个夏威夷的王子 来到这地方 才教会了大陆 这不美国大陆的人怎么玩冲浪的 夏威夷的王子 嗯 哎 这这好像还有鬼啊 这是什么 就是游鬼 还有 有狐仙吗 这个Board Walk在这儿 哇 这咱们怎么可能进去呢 哇 这是有游乐场 你看看 怪不得这么多人呢 这可不是像咱们Ocean City的Board Walk 这是一个第二层的Board Walk 简直 哇 这是一个真实的Board Walk 这不是Walk了 Board Fly 哇 你看还有那个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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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保留着最古老的那一座山车 儿子和我没早来 哇 后来到市中心去看 都把香吃午饭了 这挺 很漂亮的一条步行街 不是步行街 商业街 我们现在找个饭馆吃饭 说这个不错 哎 先碰到一家叫Pizza My Heart 这个值得一提啊 这个比赛店呢 是比较有名的 它这里头你看装饰 这都是以surfing 冲浪为主题的 好多有明星啊 就是有电视里头 还有一些 一定都不合成的明星吧 这家的Pizza很一般了 看着没有什么特别的 好吃的 包包的 但是最好的是 67块钱 你买一个Pizza 同时 给你白送一个T恤衫 你看 为什么做的 我儿子说了没啥肉 你再逛一逛吧 但是有一个电影 根据这个来排的 两个意大利家族 他们就是因为那个 做Pizza 有竞争 结果两家的一个儿子 跟女儿 被爱了 好 你看这雕塑啊 跟海洋生活有关系 我们到处找上去 结果 撞进了先生的厕所啊 结果跑进那个家咖啡店 我发现很多绿植啊 你看 这都是真的植物 你后来上网才查 知道 这是一家最早的咖啡店 潘兴大地 对 孩子进去发现 有一家中国古董店 只不过也不要见了 真的 爽似的 后来 还是大家觉得 饿得不行了 还要他们俩找肉吃 结果他们在网上查了 一个网红的墨西哥店 对 这店 看起来不错 有点大排档的 对 你看这只肉啊 还有各种的sauce 什么类似的 看来一大锅里有的 不能看多了 看多了就吃不下去了 后来看多了吃下去了 我吃得太好吃了 你看那上面那个菜单的 都花了红烧了 本来想去吃意大利 结果 拿肉饼 最后 en up mexican again 你看这个也 这个很好吃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四个六的吧 好 现在库斯城还挺大的感觉 没想象的 那么大 然后呢 Waterfront来一看吧 结果都被人家占领了 刚才我还说了 怎么这 这块无家可贵的不多呀 结果都在这儿呢 为什么在这儿 这可能风比较小 我估计 你看这边 有很多 很多 我的天哪 真多呀 oh man this is like a little city now 对了 他们可能是政府 和他们有协议 让他们集中住在这儿 回来一查 才知道 根据2019年的统计呢 这个城市 有一千多个无家可贵的 占城市人口的2% 是加州城市里 最高的比例的 这还有一唐人街的牌了 我听说历史上 和华人的这个先驱者 有什么过节 这个城市 据说是最不友好的 对华人啊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 Can you calm down here 这是真是个做学问 你看 这是著名的红山树啊 这是University of Santa Cruz 这个 我们就随便找到公寓旁边 哎呀 这么多的大红山树啊 特别的安静 觉得 都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了 这个真是做学问的好地方啊 你看那后边那儿 就是学生的公寓 找什么呢 找Bamana Slug了 没有那个大肉虫 没发现 但是据说山树里头有这个 所以他们才有这个 作为他们的图标是吧 就让学生烤串吃了吧 哎呀 林子里阳光一照 哎呀 真是特舒服 特别凉爽清新的啊 什么意思啊 你让我爬上去吗 你爬不上去 看有没有熊啊 但是有点害怕 为什么这个一圈 然后后来就看到这里 这难道是一棵树吗 像他们搭的一个棚子似的 你知道吧 哎 这让我想起来了 那个在疫情前几个月的时候 这个学校你知道吗 那我学生运动来着 这不会他们静 这是某个大师静坐的地方 从这地方 我会到了人生的真理 我就感觉像他们那个游行的 就在这个里头似的 就大连的里头 据说研究生就是说抱怨啊 就说工资特别低 不给涨 然后呢 那个宿舍费特别高 这里边有WiFi吗 是啊 我说这天上学怎么弄啊 这也可能很多信号会影响啊 我说刚才那个洞里有WiFi吗 洞里要是什么WiFi呢 跑到这个山 那大林子里的洞里头呢 我想就是会逃离人的 往下走我就想奇怪啊 这个林子怎么觉得 走那么长时间 也见不到另外一个房子啊 这些人上课怎么上啊 我想起那个桃花源祭的啊 就是从一学校里边啊 我一管弯进入一小道 然后突然就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了 我觉得像临海雪原 我觉得又回到了现实的世界 来点雪不是临海雪原吗 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学校啊 是1965年成立的 据说是模仿当时英国牛津大学的一样做的 在这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了 就是一山寨 发现了 你看了这是什么 火鸡啊 加州火鸡泛滥 是吧 然后咱们跟他玩 我发现他也不太怕人 你不仔细追的话 但是你逮住他也不容易 也不太跑 对还挺灵活的 那这片我们参观的这片校园的主顾 主要包括都是自然科学啊 物理啊工程 对 然后学校呢 还有很多这种桥 你知道吗 这个学校就感觉呢 房子都在树压没了 就感觉就是全是大树 年纪太大 那个房子好像都没了 这个算是比较高的一个楼吧 其他的楼都很赶 这地儿就是叫那个地球海洋学院 看一下这个地图里头 主要就包括这几个学院 咱们介绍的自然科学 还有一个但是有个交叉学课啊 叫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这是从学校山上下来 在林子里是觉得与世隔绝的感觉啊 但一出了你看那前面一大片全都是海啊 不然开了 然后开车大概半个小时就到热闹的市区了是不是 咱们呢在这次加州旅游呢 有一点呢就是说晚上的时候 我们总是找个地方想看那个日落 找个好点地方 通常对我来说就是海边的啊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这个 其实开车挺新的 这是一个州立公园 州立的海滩 人不太多 掏声特别好听 等浪来了往上冲啊 我看一点像大象鼻子这个啊 人家说叫Nature Bridge中间有个洞 这叫Nature Bridge 好多海草在沙滩上很脏 就有很多营物 对但是挺好玩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 咱们朝夕阳走走 往来沙滩上走走 真舒服呀 这海浪村里挺好 是不是这里可以考虑退休啊 我不是太喜欢这个城市了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它是小城 对吧 它也没有小城那种宁静 你没看前海洋那块够乱了吗 还有好多翻山车 什么过山龙子 这干嘛呀 好像招了很多客人 你是不是嫌我老头他们心脏没问题的呢 心脏 你可以不在那儿待着 在这个壁池不挺好吗 这个壁池呢 又好像有点 不是那么管理的也不太好 对 就是小城不像小城 这个而且价钱也很贵 90万中间价嘛 90万 我看到这个 你能看到海的房子 也在家里两百万左右 这个但是离那个湾区 对于那些大公司不是挺近的吗 它毕竟不是湾区啊是吧 再一个呢 它又没有大城市的那种文化分离 像这个圣子雅哥呀 像旧金山的这种地方 有很多娱乐 很多文化 有博物馆 还有这个展览 各方面的东西很丰富 生活 这地方你感觉离了旧金山近吧 所有那活动都在旧金山那一圈 这好像被遗忘了一个角落 就等于是在两个大城市中间的 这一点空虚的地方 对了 不过如果它是个宁静的小城 我也行 问题就是 它又不是个小城 好了 谢谢您 今天就到这儿了 请在屏幕下方 拇指点赞 留言 订阅我们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 馅儿饼 牛肉面 啤酒和咖啡